數位發展部去年8月成立 但政府部門或民間仍屢屢發聲 各自遭到竊取公開兜售事件 國民黨立委賴世保日前質疑書發部 讓人有印象的只有面線外送平台 呼籲部長唐鳳重視網路各自安全維護 2300萬調查局都說抓到了 中國的黑手到台灣2300萬筆的互證個資 調查局掌握了資料 請問人抓到沒有 沒有啊 移送北京就完了 我就給各位一個實際的數字 我們從暗網找到的 台灣你看這間體字嘛 這大陸的啊 我相信調查局也有這個資料 台灣兩千多萬人 顧及信息各位不要懷疑 你就是其中一個 賣多少錢你知道嗎 兩塊九毛八美金啊 不到一百塊台幣啊 賣這麼便宜耶各位 你我的資料全台灣的 個資 真的秀喔 才被三塊 不到三塊錢美金的資料 全部有 這麼清楚 你看 解體字 他說抓到了 我告訴各位 就這個資料 資料來源 按網 應該不知道 網站 清楚的看得到 掉下去 講了事實 可是掉下去 後續 沒有辦法 談在哪裡 書發部啊 唐副 原來沒有當部長之前啊 哇 移物就是數位天才啊 排到吃光的樣子啊 結果接了部長以後 這個數位數畫部啊 變成數位消化部 只會點線面 還是點點面線 都趕快 他這裡面 他的內部會議資料喔 第一 部的會議資料 沒有紀錄 但是呢 很會討預算 他只要改名稱 各自外線 幾個月啊 智慧部 零討論 一個討論都沒有 沒有 對策 囊著搶 明天的預算 政府 你可以看看喔 這是唐鳳內部會議的 唐鳳說 把公共城市啊 就是public court 把它翻成 就是公共建設 就可以要錢了 就把英文改成中文 就可以要錢 因為主基礎 他的主基礎說 你用公共建設 額度比較大 比較容易要到錢 所以就是公共建設 public court 這是內部資料 講得很清楚了 講得很清楚了 他 就想到了 這裡 這裡寫的一個數字 就是 數位建設 你看 想盡辦法 改名字 討預算 public court 關中文名字 就是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錢就拿得多 這是唐鳳在內部會議裡面 所講的 我不要出來了 就是數位建設 就是數位建設 然後 沒有論述 他特別提到喔 今年 如果沒有論述 也沒有說服大眾 這是大家想想 可是你的什麼 他內部會議都很清楚了 賴世保 進一步指出 政府部門現在有80萬5000個網頁 沒有使用安全憑證 包括書發部都有不安全網站 而內政部引建署 經濟部大型附件系統 文化部上傳系統 農委會 國立海洋博物館 公寓大廈管理 報備系統等 均無安全憑證 賴世保 請唐鳳回歸本業 讓書發部 轄下的諮詢安全署 能夠好好發揮功能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